我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是 Native Backend Application with Gravian 然後我是 杰明煌 然後slide在這邊給大家這樣子 然後開場前呢先來溫馨提示一下 就是說 這場演講呢 就是 超過一半是商業表演 所以不要太不要太不要太嚴肅這樣 我的風格不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你等一下如果一次都沒有笑出來 那是我的錯好不好 那你一點知識都沒有得到也是我的錯 那主辦被框到被我框到在這邊講 還是我的錯 但是如果你等一下還是決定留下來聽 然後你覺得這不ok 那就是你的錯了好不好 好那等一下今天我還會 等一下可能會還還會待一下 所以有什麼問題的話歡迎隨時跟我找我 好不好 然後 我平常也會在Java群 或者是在一些網路上會活動 所以要找到我應該是蠻容易的這樣 好 黃金圈作者在這個開始之前呢 來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這個 Simon Snake 他有一個很棒的演講 他就是 他現在也還有在開那個Podcast 他有一次去看他好朋友表演 然後那個 好朋友那個 那朋友的表現就很糟 就是那種 他很高興的早上去看結果他表現不好這樣 那結束之後他到後台的時候他就問他說 我今天表現得怎麼樣 他很高興問他 然後 因為他 他朋友知道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 然後他想跟他說 他想要知道他真正內心的想法是什麼 那可是他說他覺得他朋友當下很high 然後他覺得如果他這時候講實話 會傷了他的心 那這句話我沒有辦法用中文來表達 因為我覺得中文 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說當下不適合給出 critical evaluation 然後所以他想了一下 他最後就想說他就講了這句話 他說我真是替你感到驕傲 就是有講跟沒講一樣 但是真的是他原文 他原文就是說什麼 你看 You know I have been waiting to see you on the stage forever and you are so much fun to see you on stage 但是他事後他有回去跟他講 說我覺得可以表現得怎麼樣 他就是講類似這樣的話 那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要找到我 你可以這是我的那個 官網 然後我自己的角色是Colder Speaker Mentor 跟Leader 領域是JVM Backgang 跟 Devoss 雙修 所以 如果你的領域跟我比較接近的話 你想要問一些額外的問題的話 可以來找我 那目前我是傳染式公司的Cofounder 就是我們公司 等一下也會有我們的產品去 稍微公葬一下 這是我們的網站跟我們的 那個Discord 好不好 好 那來普查一下 有 聽過Gravian的朋友 有沒有 很多人聽過 那你正要引入的朋友 有舉手但是都不打算引入這樣 好 那有 已經用Gravian在寫Native App的朋友 有一些也好棒哦 好 OK 所以 就是大概知道今天的分布是怎麼樣 那 有沒有就是 你看到名字就決定進來的 哈哈哈哈 那個後面那邊有一個工作人員就跟他領500塊 好 那我們先來講Gravian是什麼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但是他不知道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用 好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就是我們寫Java 我們都知道嘛 Right once wrong everywhere 這句話對嗎 這句話永遠的對嗎 看狀況嘛 應該有些人會踩過那種 哎我說好的我在Windows 跑啊怎麼換了一個就不一樣 我想這裡應該很多人都有 類似的苦痛 好 but anyway 在 呃 如果他只有真的只有這樣hello world 然後你看哦 注意看這個藍 紅 綠紅藍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好 你看這個 呃 綠色這個Mac 他是用Lulu JDK 然後呢 Windows我用Oracle JDK 然後Linus我用 Gravian Gravian也可以跑JIT嘛 這樣子 理論上 這樣要可以跑嘛 對不對 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跑JAR嘛 那大家知道JAR檔其實 是BuyCore 他跑下去 他讓JVN去跑是BuyCore 他不是 已經變成Machine Code 跟那個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先知道說 你先知道說 今天我們平常習慣的模式是這個樣子 因為大部分我們 總不可能 我們假設我們Server 大部分我們Server是Linus 我不相信你Local是用Linus開發 有人用Linus筆電的嗎 有你了 比較少 大部分還是Mac或者是Windows比較多 好 那Gravian是什麼 Gravian就是 大家可能會常聽到一個詞叫Ahead of Time 就是AoT 還有Just in Time 那 AoT他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 我們平常還是在上面用這個 JVN去開發 然後我真的包出JAR去跑 這是我正常時候的狀況 這個FedJAR 他是一個FedJAR 正常來說我是這樣跑 可是我今天也可以用Gravian把它編成AoT 所以我就不是這個Java-JAR的指令了 我執行的時候 我是這個點HoloWorld直接執行 就像是原生的 大家有執行過C的程式 C也就是直接這樣點就直接 C可能要先弄出一個AoT 然後再直接執行 所以他的Native是這麼來的 那這個過程 這個Native Application 是這個意思 好 那今天如果你 等一下就決定要離開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張投影片帶走 你至少要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個Contest OK 你預期收穫 那這因為已經跑在我們家的Production了 所以我可以很負責任跟你說 這個是我 清澈的 就是 Springboot 3 Java 17 然後 Gravian Native App 好 那他跟 因為我同時用了JVN的Project 跟Gravian的Project 所以 這個數字 是這樣比較出來的 就是說你的Darker Image Size 至少差不多少一半 然後你的Memory Footprint 運行時候的 大概少1 4 但是這個沒有很精確的 數字去衡量 因為 其實因為你們每個人的 Application跟那個Business logic 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小1 4 不代表你也會小1 4 但是可以確定說 這兩個東西都是會有顯著的 減少 那最後一個是Stop Up Time 就是開啟啟動時間 能啟動時間 10分之1就不是蓋的 就是真的超級無敵快 然後 而且這是Spring Native 如果你今天用Quarkus的話 等一下我們今天也會有Quarkus的部分 就如果你用的是Quarkus 那更快 Quarkus是1 1% 就跟原生的JVN比起來 就是他快兩個數量級 我們一般 這邊小小調查 你們家的那個Java 你們家的Spring開起來要超過10秒鐘的有沒有 好 我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一般一個空的 以我電腦來說 一般一個空的Spring Boot 開起來大概1點多秒 那你開始再加一些東西 然後有一些人會喜歡在那個 Application啟動時間開始塞一些東西 Initial Cache 怎麼樣 最後就越變越多 十幾秒的 20秒也有 那這個的 如果你用Spring Native 那你用那些Initial Cache 全部都拔掉的話 大概是落在0.2秒左右 0.2 就一個數量級 假設你整個是空的 是2秒 那他就是0.2秒 如果你是Quarkus的話 是0.02秒 就是非常非常的 已經有點到病態的程度了 無法想像 那他是怎麼換來的 他是什麼 就是 這是Tray-Off 不可能 沒道理說 你突然就變強了 不可能 除非你吃藥 但是不可能 沒有這種道理 他是用東西換出來的 他要怎麼換呢 第一個他用 編譯時間 真的很久 編譯真的很久 就是以前我們JVM 我們是其實是沒有什麼編譯的感覺 就是正常就看到Council Log 這樣刷了刷了刷 Ajar Ajar檔就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Compile Time 真的會有很明顯 基本上起跳是4分鐘起跳 如果是Spring的話 4分鐘 真的可以去尿尿 你們有沒有聽過前輩寫C的人跟你說什麼 我有一個東西Compile錯了 去吃個飯回來還沒好 然後發現錯了再一次這樣 據說我還小 我沒有經歷過前輩的時代 但聽說當年真的是這樣 所以這是他用這個換來的 那第二個是他的那個Project Development的Support 但這個會再進步 因為他剛開始換 所以一定之後會再進步 現在可能比較不好 但我相信之後會再進步 就是那等一下我會用一個 Case 告訴你說 為什麼他 還沒有 我覺得他還有進步的空間 那第三個是 Separty Library Support 那這是最嚴重的 就是 你以前習慣的那些Library 如果不能跑在Gravian 那你等於不能轉 就是第三方環式庫 如果不Support 那你等於不能用 對不對 那這很嚴重 那我們等一下會針對這三件事情 一個一個去講說 那怎麼 我現在是怎麼解的 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 Compile Time 那這個是 Gravian官方的GitHub 然後這位朋友 大家應該都認識他 Jash Long Jash Long今年在那個 全球 我忘記是哪一場研討會的時候 他就有講這個笑話 他跑去那個Gravian的repo 給他提交一個說 Please play the elevator music During the native image compilation process 就是真的太久了 久到就是拜託你播個音樂吧 這樣 好 然後 就是你看他下面就說 啊真的好久哦 你們可不可以 你們可不可以想辦法 然後 那個對方還真的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回答他的人是那個 官方的那個 官方的那個 協作者 他就開玩笑說 啊我可以幫你做一個 Jash Long mode 你就Native Jash Long mode按下去 然後就Print Jash Long出來這樣子 好 NOW 但是就是告訴你說 哇 真的好久 真的很久 四分鐘起跳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就 以前我們都沒有這種感受 以前 你就算再怎麼大 就除卻你真的是要啟動 除卻你真的是要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Java其實不太做這種事 我們不太在 編譯的時候爆東西 以前 在JIT的時候 我們編譯的時候不會爆 我們啟動時間 我們Round Time會做 但我們Compile Time不太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除非你用很多 那個什麼 另外那個協定 突然有點忘記他 SAM 就是另外一個web service 你有可能會用到那個東西 不然大部分其實我們 除非你真的有很多那種類似的 要在Beautime的時候做 不然其實蠻少 好 那怎麼解 就是 到底怎麼解Compile Time的問題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是蝙蝠俠那個 他問他說你的超能力是什麼 我的超能力就是超能力 就是C4 C6 16XLarge在手 什麼我都有 這個多大 你們知道這個多大嗎 這個 這個Instant 這個看得出來是AWS的Instant吧 這多大 這64Core 那可以壓到什麼程度 我們公司有一台48Core的機器 可以大概把4分鐘壓到2分鐘 那你可能覺得2分鐘還是很久 可是應該我進步了一半 所以超能力還是會有一點幫助 如果這對你來說很重要的話 那為什麼你會 有些人會覺得說我慢就慢 沒關係啊那慢就慢 可是在那種很大的公司 比如說今天有最大的贊助商 他們一天可能要Beauty很多遍 或者說CICT Process本來就是他生活中 好像呼吸一般自然 就是他只要推一個Core 他就要跑一次CICT 那這個就差很多了 那當然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買AWS 他們會有低端的機器 可是這個可以解決一定會緩解 那當然他會越來越好 你機器越來越好 那你的整個process越來越好 他就會改變 所以 Compile Time的問題暫時只能這樣解 好不好 那你就只能隨著他進步 目前看起來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Gravium 17 那等一下今天給大家的那個project是21 就是他也有進步 但我還沒有實測數據 所以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我相信 就是有一天可能什麼Java 63 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很快了好不好 那再來project development support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為了讓你 他為了讓你說 避免說你這個東西 View Time的時候 自己可以跑 然後變成Gravium不能跑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 官方 就是說Maven跟Gradle有一個View Fest 就是讓你去知道說 你看有一個叫NativeView 讓你在 讓你在做那個test的時候 是真的把Gravium開起來 然後去執行那些程式 看看會不會出錯 大部分不會出錯 但我發現我有在用的這一個 Test Container Test Container 去年還是前年也有講 那我 我自己的體感 就是這幾年 他在Java社群的 普及率也越來越高了 對不對 Test Container 這裡有沒有不知道的 沒聽過 都沒有舉手 然後我大概講一下 反正他就是 你在測試的時候 他會幫你開一個Docker的 DB起來 你就是 不一定是DBI 有可能是Q 那你在做 Maven的Test 或是Gradle的Test的時候 他真的會把 你就 你就故意把他下一個 Debug斷點 你就再去Docker PS-A 你就看到 有一個 MySQL跑起來了 在那邊等 所以你就可以做什麼事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真的把它 開起來 然後塞資料進去 然後跑 從API 端點進去到 DB整趟回來的 Integration Test OK 所以我這邊是說 我這邊是說 截至我上一次實驗 我還不確定 現在可不可以 截至我上一次實驗 可能一兩個禮拜前 Test Container 在我的Native Test 還是會爆錯 就是他不支援 那我本來有一個 測試左移的 測試 左移跟右移 左移就是 測試 左移就是 越左移就是 越接近 開發的時候 越右移就是 越接近Deliver的時候 我本來可以在 Bew的時候就跑一個 跑一個 Integration Test 可是 這個現在就不能用了 好 那我就只剩下 Delivery時期的 Integration Test 什麼意思呢 我就可能 只能寫個Python 或者是我只能寫個 其他的程式 然後我跑在 可能 Maybe QAT UAT 的時候我再去跑 Integration Test 我就只剩下那一個 可是本來我可能可以在 這個時間就先做 這個東西我相信慢慢會 慢慢會改變 就是會越來越好 那我當然等一下後面 我們就會講 為什麼他不支援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ServParty的 這個Library的Support 為什麼會出事呢 你基本上你現在 如果你開始使用這個東西 然後你發現 不支援 那你就去他的Github找 通常就會有這張單子 就是他就會跟你說 拜託你可以支援一下 Gravian Native Native Image 他就跟你說我的不能用 我的只能在傳統的 Legacy的JVM用 然後蠻多的 這個只要他沒有特別去做 就一定不會有 那我們來看 這個大概要怎麼解決 剛剛還是那張圖 但是怕沒了 什麼東西沒了 我們以前在JVM在BOW的時候 我們執行了這些程式 我們進Java的Runtime的時候 是Bycode Bycode其實有很多資訊在裡面 只是我們不知道 Bycode不是Machine Code Bycode還有一些 Meta Information在裡面 可是呢 你包成Native的時候 你在Build Time的時候 Compile Time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顯示的 宣告那一些資訊的話 它就會不見 它就沒有那些東西 然後你開起來的時候 就直接爆炸 是哪些東西呢 以下的一些東西 第一個是Reflection 其實我們的程式 Spring 或是什麼 我們的框架 很多有用到反射 Reflection用很多 所以你 它如果沒有把Reflection放進去 程式在開起來的時候 因為Reflection都是Runtime的時候 才會動態載入 如果它沒有放進去 結果你程式一開 你跑到那一行的時候 就直接炸開 就死掉 Serialization Serialization 大家一定就是知道 SEN版本 一定會有Serialization的鍋 對不對 正序列化 反序列化 都有它 那再來就是可能像JNI 然後Java Classy 還有最下面這個 最下面這個 可能又跟大家有關係 Spring的Ice button 你沒有包它是不會進去的 Resource也要包 也就是說 這些東西以前在JVM 傳統的Legacy JVM 你包成JAR全部都在 你包成Native 就大概率會掉 掉了就不能用 那它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是 它Beautime的時候就跟你說 你缺什麼 缺什麼 缺什麼 當年Gravium剛出來的時候 很久 五六年前 我幹了一件 幹了一件傻事 就是說我想說 哇這個VM 它應該是新的JVM 所以我應該可以 就是 直接把call直接轉過去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用 然後就大爆炸 就是先錯A 錯A之後我解了A 然後再去解B B錯了之後再去解C 然後C再去解 解了之後想說 那解完了應該就是D 沒有 C解完A又錯了 就是 呈現一個崩潰的狀態 然後它這個現在有點這樣子 就是你其實沒有辦法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硬解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你解 你照樣正向去解它 好 這些東西 這一段call 這一段call是Spring的call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Spring Native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直接 對不起這是Colin 因為我是ColinGD 所以還是要Demo一下Coding的call 但是我相信你們都看得懂 它有一個Round Time Hint的Register 你就是把剛剛那些東西呢 在Spring的 它是就有點像一個Spring的病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有沒有 把它一個一個註冊回去 包含第三方韓式庫缺的東西 比如說Mango缺什麼 你就把它註冊進去 可以 在小範圍裡面 你還是可以幫它救的 小範圍可以救 大範圍的 比如說這傢伙 為什麼拿它當例子 因為它救不了 我曾經試著想要硬把它 就是可以Native化 後來我發現完全沒辦法 就是發生剛剛那種狀況 改了A 它出現第一個錯誤 我就把第一個錯誤解掉 然後想辦法去解第二個錯誤 然後就這樣子Circular Circular這樣子就是 我解了最後面那個 結果第一個就錯了 我就沒辦法 所以那這種狀況怎麼辦 這種狀況就是 會出現現在這一塊 紅色這一塊 就是你好不容易 你的確可以解你自己程式裡面的 比如說 最常出現的錯誤就是 你的Database 比如說 JPA 比如說MongoDB 它在 做Native App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它需要 reflection 比如說你MongoDB 你可能用 Aggregate 或者是你用到什麼 它的那個Aggregate 那個VO 它其實是 Runtime Dynamic Reflection 去把它掌入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寫在這裡的話 通常你那個會錯 OK 所以像這一種屬於你自己的 你還可以幫它解 紅色這一塊的你就沒辦法 紅色這一塊就是它如果不寫 那你也沒辦法 然後就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就只能回頭去找說 它有沒有這一塊 所以這個是很好認的 就是如果它有資源的話 它一定會有這一個 這一個資料夾 這你們可以去找 它一定會有一個 它在Resources下面一定會有一個 Meta Info Native Image 一定會有這樣一個資料夾 然後裡面呢 就會放這些資料 你就會在下面看到什麼 reflection.config.json 然後你會看到 serialization.config.json 就會寫這些東西 在據說當年 Gravian剛出來的時候 這個是手工寫的 就是它打開是一個json file 你就要把它每一個 information寫進去 那Spring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幫你寫 就是這個是手工 Spring做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用程式的方法幫你採 這個是 所以你說它也是會進步的 慢慢會進步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 真的不行的解法 那 如果都不行了 比如說 我還是一定要用Firebase 我的程式不用Firebase不行 可是我又 一定要用Native App 我又想在Native App上面用它 那可是 就打架了嘛 那怎麼辦 那這個是我最後選擇的解法 這個是我們家的APP 你看就毫無 悄無聲息的工商在這邊 然後加點小魔法 什麼小魔法呢 就是 這個是一個DDD C 有點DDD風格 Clean architecture風格的 Package的分法 你可以看到它最上面有一個Domain 然後有一個Application層 然後有Framework層 Domain 他們之間有一些相依的規則 分層的規則 然後跨層的規則 都有這些東西 然後反正呢 我們Domain最上面 然後它往外有一個Application 你可以注意到最外面這邊有兩個 一個叫做AOT Spring 一個叫做JIT Spring 所以我如果哪一個功能呢 一定得用到第三方韓式庫 比如說什麼 推播 為什麼有Firebase 就是我的推播 我的推播一定要用Firebase 你推播其實不需要即時性 只要API可以收到就好 所以 這一種不是很重要的 也不是說不是很重要 就是說它即時性不是那麼高的 我就會把它分在這個模組 我如果還是要求像 等一下如果你們有打開APP 你們直接戳的那些API 全部都是對這一個 AOT Spring 就這樣去分 那你說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等一下我們會沒在看 但總之我用了這種架構 去想辦法把這個問題給繞開 也就是說 如果我沒有辦法去解你的 Native的那些資料 我解不開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通常衡量的模式就是 我發現我自己已經在 就像剛剛那樣子 我發現我已經在重解 剛剛的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工程師都是 我們工程師都是有 冒險犯難的精神 就是有BUG A出來砍掉 BUG B出來砍掉 我們就一直解 然後就解到最後就 忘記上廁所忘記睡覺 然後就越來越多職業病 對不對 那我衡量的方法就是 如果我開始發現 我已經在解剛剛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說 現在這個大概不行 我就會放棄 我就會把它丟到JIT這裡面去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講下一part 就是所以我到這邊 我小小的總結一下 就是你們現在應該已經知道說 你今天大可以繼續寫Java 21 沒有問題 你今天大可以就是寫了程式碼 然後你用Java 21繼續跑 但你也可以在這時候突然覺得說 我想要有更棒的效能 我想要有更小的size 我想要有更快的啟動速度 你就直接把Grav EM 21弄出來 然後直接下指令把它編成這個 然後通常是會爆炸 通常是會爆炸 世界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不是說什麼 直接轉一個 我們心中是會覺得說 應該這樣吧 應該就是轉JVM就可以了吧 沒有了事情沒有了 那麼想那麼簡單 通常會爆炸 但我們相信它會越來越好 所以總結一下就是說 你們現在至少知道說 Gravien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應該也有JIT Mode 但是我沒有肉身嘗試 什麼意思 你的IntelJ跟Eclipse 可不可以跑在Gravien上 如果它可以跑的話 它就是JIT Mode 我沒有肉身嘗試 就是我現在 我Local開發環境 我需要IntelJ 我需要 Eclipse 我還是會跑在傳統的 比如說OpenJDK 或是什麼上面 OK 但是它其實應該也有JIT Mode 但是因為沒有大規模測試 所以會有什麼問題 大家不知道 好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它是一個 新型態的VM 然後當然 Oracle官方有做非常非常多的宣傳 當然轉它呢 JIT的效能不明顯 這邊稍微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剛剛這邊沒有講 它比較快 Gravien跑的極限速度 不會比JVM快多少 這邊沒有講 有些人看到這個會以為說 所以我換Gravien之後 我本來一個Request 0.1秒 它會變0.01秒 沒有 沒有這件事 我們Java是需要熱身的 大家知道嗎 Java是需要熱身的 Java的速度取決於 你有沒有好好的把它熱身 就是你通常看人家測試都會 測100萬遍 100萬遍 10萬遍 10萬遍 10萬遍之後取中位數 為什麼 因為前面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前面要先熱開 Java JVM在做調教的時候 它跑到一個次數之後 有一個threshold 跑完之後它會把它變成bicode 你同一個Master跑起來會變更快 Java是需要熱身的 如果在兩邊都熱開的狀況下面 極限速度 我不確定誰快 這要看context 但是沒有差到一個數量級這麼多 所以用的Gravium 不是代表你的極限速度比較快 這個不是guaranteer 但是 但是 因為它的memory的throughprint比較小 所以理論上你會比較省錢 你可以開更多機器 所以你的throughprint比較高 這句話是對的 可是你的極限速度比較快 這句話不一定 這要分清楚 這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好 所以我在這邊我跟大家 所以大家今天回去 就是 如果你晚上覺得你 晚上你覺得 感覺對了 你想要用一下Gravium 等一下我們會講sdkman 你可以試看看 好 那再來我們來講下一個 就是 這邊有人不是用Spring的嗎 已經加入了Spring反抗軍 就再也不想寫Spring呢 想要寫一些Spring以外的東西 想要寫一些Spring以外的東西 有沒有寫Quarkus的 讚 Quarkus就是一個 就是Redhead 就是on 然後現在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ok 然後 它同樣都是AOT 它也可以弄成AOT 當然有人會說 那我可不可以Quarkus不要寫AOT 也可以 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東西我們來比較的話 就是說 同樣都是Gravium Native App OK Quarkus 3 對比Spring Boot 3 它差在哪裡 首先 剛剛我說過 它的啟動時間 再快一個數量起 這真的非常厲害 你本來是2秒 現在變0.02秒 你開一個我可以開100個 但是我們也不會這樣開 就是 我的速度又更快 然後我Compile的速度再快一半 我的Performance也在比它更好 可是我的前兩個 Native相關的Feature 並不是來自於 並不是說什麼 我換那個 我有些什麼其他好處 沒有沒有 其實單純就是 它一開始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 Spring Native 其實它很早就開始做了 在Spring 2的時候 甚至它是0.9 就有人慢慢在嘗試 那時候就遇到 各式各樣的 剛剛這種單純 所以如果你有去追那個 如果你有去追 以前Spring Native的 那個Repository 你會看到很多這種單純 一大堆錯 那時候 它為了把整個Spring生態系 從舊的轉過去 因為 它轉不 Spring轉不是自己轉 Spring的Defendency 每次會癢癢傻傻 一堆Library對不對 它的問題是那些人也要配合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自己配合了 它帶著它的本體也配合了 可是總是有一些釘子戶 就是還不配合 就像這個 Firebase Firebase Firebase就沒有配合 那你就要自己想辦法 可是 Quarkus沒有這個問題 Quarkus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因為Quarkus底層是Vertex 所以它的 它一開始這一件事情 它的資源度就比較高 然後再來 它還有一個優點 是它的Performance比較好 因為 有一個網站叫做 Web Performance 比較 全世界的Web框架比較 的排名 Java第一名就是Vertex做的 Vertex PostgreQL 前五名吧 曾經上過 我記得還曾經上過第一名 你很難想像 Java的框架可以跑在全世界 比Rust那些 那時候Rust還沒出來 比Goal那些都還厲害 但是不是全部 特定一個情境下面 它的底層是Vertex 所以它就真的很快 它的效能很明顯是快 Spring非常多 可是它一樣的問題就是 它走得比較慢 所以它第三方韓式庫資源 會略差一點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到底怎麼選 那我告訴你一個很簡單的選法 就如果你們公司 那個Transsectional 已經用很多的 那你還是乖乖用Spring 那個0.1秒 那個一個數量級 對你來說沒有差多少 你那個Transsection 你全部壞掉 更嚴重 就是很多人 很多狀況下面 你沒有Transsectional 你已經不會寫程式了 而且沒有人敢保證 Transsection失效之後 你們本來的Legacy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種狀況 如果你還是想要嘗試的話 我建議你 如果你有這個東西 你就用Spring 那Quarkus就是 你需要極致的Native的體驗 極致 就是你想要最快 你什麼東西可以自己來 看到Transsectional 你就討厭 我就喜歡自己手動的Commit 我就是喜歡自己提交 自己Rollback OK 那你自己來 所以這個是提供給大家 一個簡單的選法 好 我們公司現在就是在一個 就是我即將要把它轉過去 我即將要從Spring轉到Quarkus 但是我這是有一些Context 就是說 因為我的App是 讀多寫少 非常非常明顯 就讀非常多寫很少 而且寫是可以Asynchronize 所以我其實壓力沒有那麼大 就是我的這個很少 簡單來說我的Transsectional很少 肉眼可見 肉眼可控 所以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慢慢又轉過去 這邊就是另外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我剛剛帶入了DDD加CA的那種Pattern 那我還可以得到什麼額外的好處 你看我們的Domain那一層 因為它是相對乾淨的 所以你用UT 那你不一定要寫TDD 就是 這幾年TDD非常的紅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有些新人就很 很有報復 我一定要TDD 我一定要怎麼樣 其實這時候我都會覺得 沒關係我們先寫測試就好了 有測試就好了 我不會要求你一定要TDD 因為TDD其實是一個需要練習的技巧 你如果沒有練好你就強制去導入 也不一定會得到好的結果 但是至少有測試 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你Application層 因為它是在中間這一層 所以前面跟後面都斷開 你隔離也是用UT 而外面這兩層用Integration Test 就是說它真的在測試的時候 會把DB開起來 然後 我特別在這邊寫是因為 他們的整合測試的 框架是有點不一樣的 Spring的整個框架是Spring Test Quarkus的話是Rest Assertive 所以這個會有一點不一樣 你在做的時候 我們有稍微把它抽象出一層 讓你不要去 讓你不要去在改框架的時候 還要相依於Tesco 所以就會到下面這一個 你看下面這裡有一個AOT 跟這個AOT Spring到AOT Quarkus 就這樣轉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為什麼很敢保證說 當然第一個件事情就是 他這個測試有保護住 並不是說有測試你就不會錯 你老闆會跟你說 你不是說你都要花時間寫測試 你跟我多要一個月 說你要寫測試 可是怎麼還是錯了 會不會有老闆跟你這樣說 那你就要跟他說 有寫測試也不一定對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生氣 對測試只能測到你想得到的錯誤 如果還沒有想到的話 那就是BUG 所以但是至少有你就會比較有底 至少在我想到的這些情境 他已經有被驗證過 那如果你不寫測試 你就是請User幫你驗證 上普大學你直接User幫你測 然後再回來這樣 好 所以這一張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也希望大家的這個 這是CLA的那個圓圈 而希望因為我們軟體 其實是號稱軟體 可是我們其實有時候卻 卻一點都不靈活 你知道嗎 師傅來你家修東西 跟你說你這個料不合 我幫你修一修 左邊踩一踩 右邊踩一踩塞 塞進去 那個鐵工師傅 或是那種木工師傅 做這種事情很自然 但你有沒有辦法跟你主管說 我那個前面程式踩一踩 後面前式踩一踩 然後塞進去可以用 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對不對 我們明明就寫軟體 可是我們卻一點都不靈活 所以這個就是跟大家說 那像我們這樣子分層後 Spring 這個有一個Domain層 有一個Application層 跟一個AOT Spring 所以在做的時候 最外面的框架層 那我們就把 Web UI Eternal Station DB Device這些 全部拆掉 拆掉之後 再接上去 把那些外層的框架層 一個一個接回來 接回來之後 重點是這個 你要跑測試 你沒有跑測試 那你等於前面都白做了 否則 因為沒有保護的重購 不叫重購 叫拆家 沒有保護 你又說什麼 沒有測試但我要重購 那你跟拆家沒有這麼兩樣 好 那後面這個呢 最後面這塊就是我給大家一個 一個 算是專案 放送 你回家如果就是聽了Vincent 你覺得說 這個我回家一定要用一下Gravium 號稱可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一定要用一下 那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這個 這裡有一個我寫的專案 然後呢 他比我現在Predaction用的更酷 他是Java 21 9月19號才剛出來 Java 21 Spring Boot 3.2 Spring Boot 3.2 Spring Boot 3.2 是一個里程碑 應該3.2才支援Java 21 3.2 然後Quarkus 3.4 最新的 然後也是這樣子去執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給你們看一下他的內容 好 那我幫你們分的好好的 就是一個Quarkus 一個Spring 就是各式一個專案 然後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就首先呢 好 如果你今天還沒有學到 你 有沒有人還沒有用SDKMAN的嗎 應該 應該都有用了吧 好 假設你還沒有用SDKMAN 拜託用一下 因為 你之後會有很多JVM的版本要管理 所以你就試著用它 然後 通常會有一個小錯誤 就是說 很多人沒有 Export這個東西 導致你沒有辦法好好Build它 那你就可以Build它 再來呢 這個 我就把我每一個動作都截圖下來了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理論上你造了這個步驟 你應該就可以 復刻我的這個Project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呢 有一個Spring Initializer 然後 你為了把它開起來 你需要在這邊加一個 Gravian support 然後 在這邊寫一個Hello World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把它開起來 那這裡有一個Build 你看 我LocalBuild 6分鐘 這台機器6分鐘 好 Quarkus也很類似 這邊有一個Hello World 然後 LocalBuild 1分多鐘 但這不準 因為我的筆電不能代表什麼 但是 食物上你們的機器可能會好一點 可能會不好一點 但是至少可以確認一件事 Quarkus的Native的表現比Spring好 這是可以確信的 它的效能也比Spring好 這也是可以確信的 但它的資源度 你要自己想辦法 好 好 那最後面呢 就是這個 下 今天是這個 到這個嘛 Native Backend Application with Gravian 那我今年有講的場次 上一次講的是DDD 所以有DDD在我的場子聽過了嗎 沒有 還好 裡面有很多 裡面有很多是DDD裡面的投影片 DDD的上一堂講的是DDD 那我下一次講會在 12月9號 那個 Google的DevFest 台中 會講 就是用Google生態器 打造自己的產品服務 因為 我們這個產品 用了非常多Google的服務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我的一些 公司相關的一些東西 我每個禮拜三晚上有一個Podcast 但是算是線上共同參與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加一下 然後這是我們公司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然後我在這邊有放 slide跟project的QR code 然後你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最後這是我們公司現在的產品 這個東西就是用剛剛那個的後端 然後它是什麼東西 就是幫你找那個 你附近吃的食物啊 或者是一些名店啊 什麼東西 然後做成這樣 左滑右滑的樣子 有興趣的朋友幫我們下載一下 然後最後 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說 無論今天講的好不好 我真是替你感到驕傲 好 那最後一點時間留給QA啦 對